曾是歌坛大哥大,娶三个妻子生六个孩子,患病住院无人照顾63岁去世。 相信大家对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非常熟悉,当年歌手费强,在央视春晚的舞台,凭借着一首歌火遍全国,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歌手。 再加上费强的长相非常帅气,虽然是也很成功,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结婚,要孤独的过一生了,如今费强也很少出来了,媒体上也很少再有她的消息了。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,冬天里的一把火的原唱并不是费强,而是一个叫高凌峰的歌手,高凌峰出生于台北,19岁就组建了自己的乐队,后来出了很多原创歌曲,在参加比赛的时候,获得了冠军。 当时高凌峰受穷瑶阿姨的推荐,到了当时台湾最有名的饭店当驻场歌手,后来凭借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火遍全国。 但是她成名之后非常花心,经常交往女朋友,后来闹得也非常大,后来因为损坏社会风气,被电视台所封杀。 后来她赚了钱,之后就开始挥霍,当时去了赌场,一夜之间输了七百万,后来高凌峰娶了六个孩子,第一任妻子青梅竹马林玉昭,但是两人还没有生孩子就离婚了。 后来的两任妻子都是华裔小姐冠军,后两任妻子给她生了六个孩子,最后一任妻子比高凌峰小19岁,家庭安稳之后,她渐渐退出歌坛。 后来她开始投资当商人了,最后因为投资失败,最后患上了抑郁症,最惨的时候就是高凌峰患上了血癌,住院的时候,一个孩子都没有照顾她。 最后高凌峰在进行三次化疗之后,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,在住院的时候,连内裤都没有人稀,最后在2014年去世了,享年63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